并够赋能 聚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届年会议为主题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汇聚各方智慧 深刻把握稳中求进的心内涵 着准稳的关键点和进的切入口 助力广大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共谋高质量发展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 秘书长代表全国工商联高云龙主席和徐乐江书记 本友山副书记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力祝贺 民营企业完全应该坚定长远预期 专心谋划未来 放心大胆发展 赵德江强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科学研判当前形势 统筹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之策 及时回应了社会上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关切 在政策取向上迢迢都与民营经济密切相关 款款都有支持民营经济和市场主体发展之意 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广阔舞台 创造了无限商机 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 北京充分利用国家金融业开放发展的机遇 和两区建设的政策红利 在放宽金融市场准入 业务资质获得 金融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人们现在所关注的资本方面的认识上 表示 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间必然有各种形态的资本 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谈及企业价值观 王威强调 企业要不断地把创新推动社会福利作为第一目标 而不是仅仅积累财富 要有面向未来 视野广阔的财富观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 第十届 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以财富升为视角的并购 与第三次分配委题发表主题演讲 咱们